着火了 着火了 哪里着火了 快灭火 馆长 别着急 我是逗你玩的 皮皮 你干嘛呀 我昨晚可是一晚没睡呢 您干什么去了 我在想这件宝贝的答案呢 可结果什么也想不起来 这颗封信子是怎么来的 还是交给我吧 太好了 开启吧 时空之门 救命啊 不好意思呀 皮皮 最近没睡好 能量有点不稳定 官长真是太不靠谱了 这不是太阳神阿波罗吗 他在这里干什么 皮头 当年你差点害死我的母亲 乐托女神 今天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哇 阿波罗可真厉害 一箭就击败了这条大蟒蛇 哎 野鹿和凌羊看见了 都纷纷跑出来为他庆祝呢 喜爱音乐的阿波罗 高兴地弹奏起七弦琴 动物们听到这激动人心的音乐 都忍不住开始跳起舞来 时间差不多了 我该回奥林匹斯山了 哦 说不定阿波罗和馆长的宝贝有什么关系 我先跟上去看看 亚新托斯王子 您小心点 那鱼兽可吃了不少人呐 别担心 我今天一定要为百姓出汗 这个王子不仅心地善良 而且身手也不错 倒是值得好好认识一下 阿波罗 这位王子的剑术那么好 只有我西风神才配和他交朋友 既然这样 西风神的速度很快 但是阿波罗的剑不一会儿就超越了他 则贝罗斯 你输了 哼 我是不会就这样罢休的 一个小小的西风神还能怎么样 朋友 听说那座山上有很多野兽 要不要和我一起去打猎啊 好呀 咱们一起去 阿波罗 阿波罗和亚新托斯王子一起打猎 两个人很快就成为了好朋友 阿波罗 你会后悔赢了我的 西风神到底在打什么坏主意 亚新托斯 我们来玩制铁饼吧 好呀 我也真有这个想法呢 不好 西风神来捣乱了 他送出了一股强烈的西风 吹的大铁饼改变了方向 糟糕 铁饼砸中了亚新托斯 亚新托斯 你快醒醒 你快醒过来呀 对不起 我求不了你 那朵紫色的封信子 不就是我在博物馆看到的宝贝吗 亚新托斯 这朵小花是你变的吧 无论你变成什么样子 你都是我的好朋友 原来封信子是这么来的 我现在终于知道答案了 馆长 快让我回去吧 皮皮 你怎么了 亚新托斯真是太可怜了 西风神 嫉妒他和阿波罗的友情 就害死了他 在埋葬亚新托斯的地方 就长出了紫色的封信子 哦 我也想起来了 皮皮皮 皮皮 你知道吗 我们说的封信子 其实就是希腊语里的 亚新托斯 人们用亚新托斯的名字 给花朵命名 说明大家都记得它 它一直活在我们的心里呢 嗯 我明白了 来 我们去看下一件宝贝 它可有趣了 哦 下一件宝贝是什么呀 嘿嘿嘿 它呀 是一种你想不到的小动物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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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